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召开会议 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 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稿 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 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 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会议指出 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集思广义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 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决定稿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 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 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刚领性文件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 会议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2035年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未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贯彻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发挥党总览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 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坚持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应 做到改革为了人民 改革依靠人民 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紧跟时代步伐 顺应实践发展 突出问题导向 在新的起点上 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 和其他各方面创新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加强顶层设计 总体谋划 破例并举 先例后破 助劳根本制度 完善基本制度 创新重要制度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 重大改革与法有据 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坚持系统观念 处理好经济和社会 政府和市场 效率和公平 活力和秩序 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 增强改革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会议强调 党的领导 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必须坚持 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其中统一领导 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坚持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 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改革落实 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转化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